好了 剛才說的比較普通的題目 那所謂複雜一點的題目是怎樣呢? 其實運算都是一樣的 例如第31題 但這個有些特別的 跟好45 你是想爆腦也不會想到 但是跟好45 你可以把它分解 9乘以5 根據指數率 ab 的n 次等於 a 的n 次 b 的n 次 所以你可以把它分解開 根好9乘 根好5 因為根好都是指數的一種 所以這就是3 根好5 你最多就是把它簡化成這樣 所以45是3 根好5 然後你要處理20的根好 20的2分1就是20根好 那就是同樣的道理 你要分解什麼成什麼 最好是想一下有沒有什麼平方數 所以是4乘5 所以就是2根好5 乘以2根好5 但你就會發現 根好5和根好5之後就可以簡化了 好 下面 先做到上面 2乘3就是6 根好5的平方 平方和根好本身相反 所以就是6乘5 分子就是30 好 到墳母 再看 144的根好 144的2分1 就是根好144 12的平方就是144 所以是12 好 下面 跟好625的4次方根 你就想一下 什麼4次方會等於625呢 那你計完又計5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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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就是等於625 所以就抵消到 這個是5來的 所以 分母就是60 當你計完這個 最後你簡化上下除30 就會是2分1 所以看次複雜的東西 你只不過是分開4部分 每一部分 用你初中 或者少我學過的技巧 把它化簡 化簡完之後 你就會找到一些地方 可以用而再繼續 和其他部分一起簡化 就是這樣 好 那就說回第38題 38題 看起來有點長 但是 還是 麻煩還是麻煩 還是小心點 每一步計 還有呢 都是一樣 又跟好 而這個跟好 還要是8次方的跟 那就一定計不到 所以一定要把它轉成指數 才行 所以 y的3除以8次方 分母呢 就是x的3除以4次方 外面2除以3 那我們先處理左邊這個因素 3除以8 乘以2除以3 所以呢 所以呢 份子就是y的4分1次方 分母呢 就是x的2分1次方 右邊呢 這裡啦 x的負2 y的6除以2 其實就是等於三次方 然後x的負二乘以負四分之一 y的三次乘以負四分之一 x的優乎二次 y的負三歐乎四次方 然後減法只不過用指數率 留意上面指數減下面指數 x的二分之一減二分之一 又或者你看到完全一樣 其實可以快減都可以 然後y的四分之一再減 這個下面這個指數 負三除以四 所以x的零次方 y的四除以四 x的零次方只是一 y的一次方只是y 所以答案就是y 在這一節裏面 所謂最難的題目 只不過是最繁瑣的題目 類似是這樣的 我都會覺得是一個好的練習 你有能力是應該要做完整個5.1的練習 令到你的運算是快些 亦都容易知道自己容易錯什麼位 你知道你們平時做練習就好像沒有問題 一到考試就亂殺大龍 對嗎? 都好看你基本功實不實實